在随车服务人员亲切招呼服务下 坐在台北市双层餐车上 一边享用餐车上的美食和饮料 一边透过大片采光玻璃 无差距仰望及平视台北101大楼等繁华景致和景点 也享受移动式高级餐厅的魅力 由于基隆市政府编列2400万元 已经获得基隆市议会通过 将购买一辆观光巴士推展观光 按照基隆市长谢国良今年6月初 在基隆市议会报告的内容 基隆观光巴士的经营模式 就类似台北市这辆双层餐车 那我一直觉得说基隆 我一直很想引进更多高单价高消费 就是俗称2080理论的观光模式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 这一次引进的双层巴士是一种体验型的 它会以基隆的景点加饮食 这两个俗称就是food and beverage 这两个点去增加体验 我希望每个人上车 最起码它都有一个基本的低销 这低销大概是抓在350到500600左右 那我是希望把这个车顶二楼 因为它是双层嘛 第二层楼我希望可以的话 尽量做成玻璃 那这样下雨的时候 也可以欣赏基隆美丽的一个雨景 而不是让下雨变成一个我们的一种 这种观光上面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因素 也因此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个人特地邀约市议员曾继妍一起先到台北考察 乘坐这辆双程餐车观光巴士 了解餐车上提供哪些饮食服务和内容 杨秀玉非常认同市长谢国良的眼光和想法 相信市长可以将基隆的山海景点 结合双层观光巴士 做得有声有色 那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这个新鲜 那也是感觉到说非常的棒 我想因为我到现场的时候 有问这个他们这家公司的副总 说这一家餐巴 这个就是观光餐巴 它是全世界最豪华的 那我在这个车上 在用餐的整个当下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你知道为什么非常开心 因为那个整个画面是动态 而且是真实的 整个就是游览的这个 整个就台北市的整个景点 非常的这个漂亮非常美丽 那我想就是借由今天这个整个 就是说考察 那就是说给基隆市政府一个建议 我觉得基隆如果做这个 这个餐巴的这个观光 这个观光我相信会比台北市做得更好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 因为就是说我们基隆市就是一个 地理优势的一个条件嘛 因为基隆市一个海港嘛 那我们有非常美的一个风景 包括这个山也好还有海 我们是可以说山海一线 非常的漂亮 那如果说我们在如果做这个整个 就是说观光的这个餐巴 会让外线市的一个就是民众会有一个好奇心 那我们当然不是只有在做这个观光的这个餐巴 它可以我们可以善用我们的观光餐巴 怎么样来连结我们基隆市的一个其他的观光景点 带动其他的一个观光景点的一个商机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不是只有这个观光餐巴这个 这个一个这个效益 它的经济效益的CP值应该是非常会非常的高啦 所以我非常肯定市长编列这一笔预算 杨秀玉指出特地到台北实地搭乘双层餐车 就是希望基隆市政府可以借进台北市政府 经营双层餐车的经验 好好规划善用基隆市 未来这辆观光巴士发展基隆观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